哈囉大家好,我是Beech的鴨日 首先恭喜畫面上這位觀眾 就是你抽中了鴨日上一支影片的流氓兒 再麻煩競速跟鴨日聯絡 說到上一支影片呢,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故事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這個GaO類已經有很久很久都沒辦法去7-11玩 或者是去這種什麼101玩具店玩 所以我們現在三彈的圖鑑呢 就一直卡在這個畫面 五星的話是缺固拉多、狐帕、暗松眼跟迷你Q 那四星的話是缺君主蛇、自爆雌怪還有哽鬼 也希望疫情過去之後呢 鴨子還有機會可以在機台上去捕捉這幾隻寶可夢 不然的話可能就要直接在網路上購買 或是跟生猛的寶友來收了 那應該啦 有一些觀眾是知道鴨子還有另外一個頻道 就叫做Beech集團 那裡呢都是在玩Pokemon GO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鴨子玩Pokemon GO的話 也歡迎過去看一看 我會把頻道的連結放在說明欄位 那邊的更新會比蔡鴨子這個頻道的更新來的頻繁一些 那至於蔡鴨子這個頻道 未來呢一定也會繼續拍攝搞奧類的 那但是呢要等到一切都恢復正常 我們再來打玩特玩 近期的話鴨子也會找一些主題跟遊戲 那拍攝完之後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陸陸續續呢就會開始更新了 那也感謝這個月呢 對鴨子不離不棄的觀眾們 即便鴨子這邊都沒有再更新了 大家也不會退訂這樣子 謝謝你們願意留在這裡 那前些日子呢其實才有保友提醒鴨子說 欸蔡鴨子這個頻道 並不是說每個人都知道 鴨子自己還有另外一個Bitch集團的這個頻道 比較常在這裡活躍 一直以為我消失了這樣子 其實真的鴨子一直都在啊 只是沒有在這邊更新這樣子而已 那後續呢就會開始陸陸續續的發布影片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呢分享一下官方FB的活動 只要玩家到官方粉絲團裡面去 該活動的頁面留言去猜測一下 2021年5月玩家使用率第5名的寶可夢是誰 就有機會可以抽中阿羅拉的雷丘或者是雷吉奇卡斯 那答案的話呢會公佈在6月23號 而得獎名單的話是公佈在6月24號 那活動的話是從今天開始一直到22號結束 請大家點擊下方的連結到官方的FB去留言 而鴨子這邊呢也是跟風喔 猜測應該就是迷你Q了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 好的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